好 來回顧一下第三回合的比賽 把這個阿波橘子窮隊的Apple 用光炮進行快攻 但最後呢輸給了你 我們這個San還在現場 因為待會不是他 嘿嘿 大家好 大家好 是 你又回來了 剛剛他跑出去又回來了 那這場的這個關鍵在哪裡 剩下10秒 10秒就是 對 光炮失敗 結束 就是光炮失敗 光炮的贊助選擇就是一個all in的嘛 是不是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囉 嗯 好 那他失敗的原因呢 嗯 我覺得令人應對不錯 然後 加上 他有增長 他應該是猜測令人不增長 如果不增長的話 光炮蓋過來你才會發現喔 所以說 應該是有一點 就是這層面上的 的薄弈 真是精辟的解說啊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我沒有講什麼 好 我們這一場呢 也一樣是橘子熊的賽末點 那四葉教練決定派Sase 出來要對上的是HIGH SPY的DS 地圖是風光明亮的Ohana 對 那跟我們的第二回合的對戰組合是一樣的 只是地圖不同喔 對齁 那首先看到的是紅色 紅色的人類就是來自於華裔Spyder的DS 在Ohana的幾點鐘方向呢 蟲王 人類嗎 對 對不起 我晃著了 他在11點鐘 是 好 這就是我們的DS 接下來看到的是藍色藍色的神族 來自橘子熊的瑞典神帝Sase 他在我們Ohana的 這是5點鐘位置 是 他真的是瑞典神帝喔 還是隨便都可以瘋的 他是瑞典打神最厲害的 請思考後再回答 等一下大家都要同車回去 就我所知在國際上有在參加國際上的各大賽事的瑞典玩家 選擇神族的有兩位 Naniwa跟Sase是比較知名的 所以說神帝 他們有兩個神帝啦 如果你要講完神族就是神帝的話 這就是完神族就是神帝的話 哇 你這個做人真的是圓榮啊 他有兩個實際差不多就是 而且他們也是好朋友 好朋友 好 我們看到DS家裡 是已經蓋下自己的第一個瓦斯廠了 他是先蓋瓦斯廠然後才蓋冰銀 而且冰銀是蓋在外面耶 真的耶 難道是死神嗎 蟲王 這個我不敢跟你保證喔 我了解 你越來越厲害 我猜測你想聽嗎 有瘦耶有瘦耶 對對對 話不要說死 大家有轉圜的餘地 有瘦的話 我上主播台一天應該就轉圜來了 最近網路上一直流傳你六年前的照片 大家都說你比事業帥多了 真的有這種事嗎 是 是不是東西太好吃了 台灣的美食真的還不錯 我猜測DS應該 我們現在進入這戰況好不好 好 是是 所以DS應該是 我猜測他應該是要走超速火車 你看 兵銀完成的同時馬上有100瓦斯 是 他還沒有算清楚 他瓦斯可以慢2到3秒才 因為他還不算真正最精準的計算 他剛剛是112秒 等112瓦斯的時候 重工好了 兵銀好了 所以說他應該是要速火車 然後他等一下要放重工 要放那個什麼 叫做反應爐嗎 對 對 對 好聽話喔 超聽話喔 超聽話喔 然後反應爐會跟重工完成時間點 非常的接近 然後會交換嗎 對 會交換 哎呀 大家會交換啊 對啊 這個問題連我都知道 其實這個戰術有點 有點 我猜測啦 可能DS有點 知道SASA的風格 是不喜歡偵纏 對 你看由這邊可以看到 SASA從家門口 二礦數據都是黑的 所以說DS可能猜測 你不偵纏的話好 那我給你一個驚喜 就是 在一個非常快的時間點 有大量的火車衝進去燒農 是 對 好這邊真的是做了一個交換之後 準備要來出火車了 SASA正在建造他的機械製造廠 對 那一般呢像這種喔 在前面已經有對戰過的交球組合 這個第二回合就是SASA對DS嘛 我們會這個讓觀眾先回顧一下 那個回合 像SASA贏的關鍵在哪裡 那這一個回合 DS會不會又犯同樣錯誤 或者有沒有學取這個教訓 那SASA那回合贏的原因就是 一把電對不對 好幾把 好幾把電結束 還有反饋 對還有反饋 前面應該有很多細節了 只是 就忘了嘛 就 是是是 自己回想 好大家回去看VOD喔 我在想 上一場 SASA是不是也沒有正常呢 上一場我記得它是等小眼睛出來之後 這個是我們導播找到的舊照片 這怎麼回事 這不就是六年前您跟SASA的舊照片嗎 對 左邊那個是四葉嘛 對 右邊那個帥哥勒 精實的壯漢呢 精實的壯漢 他還不就上主播才腫下來 對不起喔 右邊那個是San欸 喔 那是風靡千萬笑男笑女 好特別喔 他還有帶一隻小胖胖跟吉祥兵 對 SASA細節做得非常好喔 他有燒兵在做Standby 只要沒有失誤的情況下做放立場 DS可能要碰壁囉 對而且我們看到上面已經有不朽了 這個胖胖到底是來打醬油的嗎 這個胖胖有的是 他可能要跟SASA說 我沒有什麼兵 你快下來 引誘的這樣 以SASA的視野只看到一個胖胖跟吉祥 喔SASA很聰明喔 你騙我 兩隻 SASA不取消嗎 我猜是 我猜是不會取消 因為他剛剛 所以發現它不朽 兩隻不朽 對 我們看到這兩隻不朽胖搭配兩個哨兵 現在是要殺下來了 這畫面好眼熟喔 對 跟打BALL的時候 SASA也是衝下來 我以為SASA你是說 右下角那個畫面很眼熟 有 我們導播決定給他一直放在那邊 然後我過去 啊 火車跑進來了 直接讓溜到主控了嗎 大家有看過 周杰倫派那一部嗎 有有有 要開賽車囉 來囉 幾隻幾隻 六隻 是 跑跑卡通車衝進來了 這個決定就是 我做過選手做的決定 真的會差很多 像本來是 DS非常虧 可是他做一個決定 我覺得 剛剛那個側身插尖的 喔喔喔喔喔喔 這這這這 24隻了吧 我剛剛本來講說 他 SASA就是蠻虧 就是小虧 現在是大虧喔 對 大虧啦 這個是那些探車機 都可以炸25塊雞排給SASA 對 炸了24隻對不對 25隻 如果以1隻 1分鐘 可以造成我們44塊的收入來算的話 是 它1分鐘少1000塊 你又在記帳了 對 是 這差太多 真的差太多了 你看二礦的神租 二礦公命非常稀疏 所以他現在選擇往前 怎麼還有火車在他家裡 啊 又殺了 啊 27 27隻 哇 一個庫國火車 可是人口還是蠻相近的 就是 可以看出就是 當你選擇一個all in戰術 你一定要造成很大的效果 不然你增長會嚴重劣勢 你看他殺了27隻人口 才差不到 差不到 差不到6 對啊 這就是這個 選擇戰術的時候 選擇那種其他極端的戰術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個效果才不然 好 我們看到現在 會不會人類的家裡 有一點點難熟呢 讓我仔細衡量一下 好沒關係 你慢慢想 還有一些時間 可是如果傻車 再多刷一點部隊的話 很難熟 唉唷 回舊了啊 火車 火車它 掠奪 欸 我覺得都有機會喔 要看操作 看雙胞的操作 是 傻克 傻克現在在補經紀人 然後他在出第三隻掠奪 所以他這個只是給你一個 壓力而已 傻克現在出第三隻不朽 對 這樣子不朽 對 我剛剛講第三隻這樣 你講掠奪 喔 我剛剛講掠奪嗎 啊 畢生謝謝 你是講掠奪 好 我想 我想說 全國2300萬同胞都聽到了 都聽到了 我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 因為自己長得看掠奪 我只講掠奪 唉唷 唉唷 對 它是出不朽 對 它出不朽 第三隻不朽 如果你長得像不朽 那也蠻恐怖的吧 那其實我們看到火車壓在這裡 啊 喔 好漂亮的操作 它卡住它了 如果再上去 再刷一輪 可能要30 你起跳的攻兵 嗯 哇 好 終於解決了火車 這個星頭大患喔 DS有放下惡框嗎 好像沒有放喔 喔 放了放 惡桂已經運了 喔 而且還有萬惡的礦羅 喔 喔齁 廢羅 那這蓋在野外的軍工場 以及我們的兵役是飛回家了 留了兩個建築物到外面了 鎂死戰術非常的成功 對 那SASA的工兵有沒有補回來 SASA現在是32隻 人類36隻 唉唷 可是人類還有兩個礦爐 SASA在瘋狂加助補工兵 對啊 因為他剛剛被殺了27隻耶 那這邊正面又過來了 因為大家經濟會受到太大影響 對 後面怎麼有一隻戶橋有點偷懶 沒有邪同作戰 對啊 上不了線 啊 怎麼又有火車 喔 鎂死這細節太漂亮了 是 我們剛剛都沒有注意到 它又開過來了 33隻 對啊 34 要35了 各位觀眾 是 哇 哪裡來的火車啊 神出鬼沒的火車 想要從旁邊呢 這邊連接三框的地方 殺進來這個石頭是已經打掉了 但是這邊有妖寶 欸 鎂死的兵力 趕快維修 鎂死的兵力不是很充足喔 唉唷 來不及維修了 但被打掉一個碉堡囉 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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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麼 好虛的離奇喔 你看鎂死的錢有點太多 它如果 它可能就是 太 太專注於操作它的火車 是 就是它的營運上可能會有很大的問題 沒有在 好的 欸這個 STV 是不是要開始拉回主礦呢 還是說其實還OK 它應該是想守住吧 可是 主堡飛起來在冒煙欸 在空中會爆炸 對啊 休息一下就修一下 對啊 因為它 它這樣 對對對 抬頭可以修 很修 它把它修到黃色 黃色就不會自動扣寫 喔 這真的不修 現在第一次可能想 趁多一點兵力把神竹驅趕走 然後再看 喔 神竹走 好 這邊 趁多又回來了 回來了 在剛剛這個 這個你來我往的一分鐘之中 SASSE已經把 看它的功兵 補到超過了 欸 那個右下角是什麼東西 欸 是當機嗎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右下角呢 由左而右是SJ還有SEN 以及GO 喔 所以那時候的SEN跟SJ這個 大帥哥有的拚欸齁 真的有的拚嗎 對啊 這麼看好我嗎 比他還帥喔 好 等一下就去健身房 GO也差很多 我覺得GO差最多 對 他比你還腫這樣嗎 是這樣一次嗎 好 那我們看到三隻不守 在前面前壓的同時 家裡是已經攀了巨像的科技 而且在升級這個巨像的射程 現在我怎麼覺得是神竹優勢 他趁他那個壓 給人類巨大壓力的同時 他把他的落後的經濟 全部補通回來了 全部補回來喔 人口也比較多了 對 現在是91對78嘛 前面被殺了27隻 現在是神竹的工兵數量 比人類還要多了 而且他的工房也都按部就班在體了 對 同時蓋了兩個冶煉場 雙升工房 對 所以目前的局面看起來 是有點偏向SASSEO 是 好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神出地面部隊的一攻一防是快要好了 而我們人類的地面部隊的一攻 才在升當中還不到一半 所以現在情勢是有一點扭轉的嗎 對 整個扭轉過來了 剛剛SASSEO就是在給你壓力的同時 他一直毛的工匹在 喔 被看到了 這就是有拜拜 沒有 也不是啦 其實是細節啦 對 所以有主項之德 你大概知道對方會什麼 從什麼空頭點位來嘛 好 這些 這兩盤空降 喔 反應不錯 武功有反啦 武功有反啦 可是至少他沒有造成任何損失 也是一件 這個戰學事情 所以接下來 我們看到現在人類是放下了自己的山礦 SASSEO這邊是要怎麼應對呢 我猜測應該也是放下山礦 因為 選手玩家知道只要 喔 這個巨像是怎麼了 對 巨像是 喔 我們可以看一下 喔 剩你的走下來 他先逃脫了 對 白卡 對啊 剛剛卡住了喔 長腿妹妹也卡住了 對 腿太長也是一種季單 喔 三船 三船的空頭 可是好像也是被看到了 喔 有巨像 有巨像在看著 可三船而已 這個 SAN昨天遭遇 欸 不是SAN 遭到十船的空頭 是那個吧 誰 是我嗎 是 是你 奶龍吧 對 是奶龍 被馬鈴荒 好險他沒用十船空頭你喔 喔 一直都沒有察覺 那邊其實是停了一台小眼睛喔 再一次的嘗試空頭 對 這這樣有棒嗎 還是下餃子了 對 就像當中很高位 他射程太遠了 直接在斜坡就在做攻擊 對阿 經過這樣子的騷擾 然後 五公文版 又五公文版 對 人口又落差更大 現在有到30了 對 雖然說第一次 三礦是比較早開始營運喔 可是感覺目前沒有什麼優勢 我覺得現在DS力是很大 因為SASA已經完全進入一個 巨像白球界 無敵組合狀態嗎 接近就是 應該沒有到無敵 真正神圖最強的組合是 巨像白球再配閃電 喔 最強就是 雙重的那種範圍性擴散 雙AOE傷害 對對對 這非常強 可是這必須花很多的氣體 沒有關係 它現在可以耗整以下 畢竟DS目前沒有足夠的兵力 SASA已經放下聖堂文庫 如果 對 等一下再升一個閃電科技 我覺得它有一個timing 對 它只要 它可能不會升 它可能會升嗎 看能囉 它應該是沒有要升 喔 對不起 你要打電話讓它一下嗎 好 它會不會升 我不在乎 好 讚 重點就是 它升的話 DS會更難打 然後如果它不升的話 會有一個timing就是 就像我剛剛講的 巨像白球 衝風狂 然後還有雙衝風狂的整體部隊 對 這個timing人類非常難打 喔 合白球了 果然 好 難道 the time is coming 你說 SASAA過去的timing嗎 對 要看SASA 要不要把滑鼠A過去 我不知道 它在參演時候 它就想 慢慢來 因為這是它最後一場 它這場總數就要 就要回去韓國 好去了 好像是1月8號對不對 它目前待在韓國練習 在韓國練習 對 然後麗珍就是說 SASA是不是要去收 收拾書包 收鍵盤的timing到了 這樣子 好啊 你說的timing喔 差不多了是嗎 好 現在 人口也接近了 所以DS 到底還有沒有 我知道DS 都用空投來 返回烈士 但剛剛空投都沒成功 試況要被踢退了 對 目前我 我覺得大家都有機會 但是有點 28開 37開的感覺 喔 看稍作 這太漂亮 終於沒有人在家了 終於 餃子可以下下來了 因為它把 神豬的豬具集中在 對方的試況上 對 非常的聰明喔 喔 神豬不能忍了 老師 我都還沒打你 你就來 欸 我覺得現在 關鍵是看 人類對 人類有沒有辦法守住 神豬對付 欸 不打 可是因為家裡的 這個機械製造廠 是被打掉了 喔 你看 閃電兵 就是那個 他真的 太適合防空投了 他的反規會 對 謝謝你只有一個聖誕 哈哈哈 對 高階是蠻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開 SAN的英文教室 我們很想聽你講 對 因為平常跟國外選手的交流 所以說都會習慣 用英文來簡稱那個單位 就是一個形容法而已 是 可是此次我們看到 那SASA他剛剛沒有直接打過去 他決定回舊 可是也不用回舊 他自己家裡面就守住 嗯 對 他可能不想冒進吧 嗯 再重新放下VR SASA很耐心在等待他的三公三房 是 他放下兩個VR 對 這什麼概念 我要問你啊 你要問我嗎 對啊 那我又來猜測囉 是 應該是要爆海巨像 爆海巨像 有一點喘息的空間齁 對 目前還是 喘息回來之後 出了一堆胖胖 這時候 我們的電視出了鬼子囉 對 這必須 我剛剛就正在想 如果沒有鬼子加入戰況的話 人類會非常難 對 會幾乎一面倒 對 會幾乎一面倒 我們部隊的三分之一血量 給電視出發掉 那個差距是很大 就還沒開戰 你就沒有血 這差不多了 我們再來看 哇 這邊又是空頭來 喔 欸 難道 重新蓋的這一個 又沒了 又被打掉啦 哇 剛蓋好的兩個 又重新被拆掉了 SASA 不能忍了 部隊往前衝了 喔 閃電B 打了開 打了 好 現在重點是 唉唷 後面還有喔 躲在草叢旁邊 跟DS的埋伏 我們要看這波會戰囉 嗯 我是覺得 我是對DS不太樂觀 OK 哇 最近的位置太漂亮了 他完全 馬上要阻擊巨像 我已經給打光了 是 結果一台沒打掉 對 直巨像都還活著 真的 這個 這局面會一面倒 然後再來 神族加州市 人類部隊是還在做騷擾 我注意的是 傷害應該不太大 因為阻... 阻戰況也是一面倒 哇 人口 不成正餅 太棒了 GG 對...DS打出了GG 所以是有橘子熊隊呢 就是以3比1 打敗了華埃斯白的 橘子熊隊 拿到了五連勝 例行賽做收 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